大家好 我是史丹利 欢迎收看K.O.R.A.R. 今天就是我这个阿老厨房再次重临江湖 首先大家看到这里有两包茶花菇 没错 今集是由我K.O.R.A.R.和大统华第一次合作 今天我将会进行四个菜式的 浸泡的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先打开包装 其实茶花菇也挺多的 你看 整大袋 今天我将会做几个不同的菜式 我首先放了一堆茶花菇 就算我浸泡了 我只需要放进冰箱 其实在必要时很容易就可以拿出来浸泡 好了 接着做的动作非常简单 首先先用清水洗一下 将一些在菇上面的灰尘可以先倒进去 接着我们可以再沖一次水 再将一些污脏的水 再把它倒进去 基本上洗了两次之后 在表面上的灰尘都已经沖走了 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加砂糖 这里这么多冬菇 你可以加大约4盒 放进去 接着你可以拌一拌它 因为砂糖将会保护它自己里面的营养之余 还可以帮助这个茶花菇去吸收一些水分 尽快令到它变軟 另外一个步骤就是将一些暖水 盖过所有的茶花菇 接着再将一个盖子盖下去 令到所有的菇都能够和水接触 很快就会淋 趁着菇需要浸大概30分钟至1个钟的时间 现在出去买菜 为了这次拍摄的顺利 我已经写下了我今次要买的材料是什么 材料有猪肉碎姜豆角菜泡粒 甜椒腐竹南瓜虾胶和甘筍 今天出来很大雨 不过我现在开车过去大统华 其实都是大概十多分钟 非常方便 为了今天拍摄顺利 我要尽快买菜 现在就到了大统华 这间大统华我是很熟悉的 基本上我经常来的 所以我应该全部东西都知道在哪里 先找猪肉 我现在要找虾胶看看 这里有一个 咦 有虾胶 八花胶 咦 那就不用自己弄 真的有 我现在要找一个日本南瓜 但今天那些南瓜 为什么选择这么大 有没有一个比较小的呢 好 有机姜 买2个公升头 回去煮 那就最棒了 这里有一个就是油炒萝卜 比较辣一点 我到时加一点 再加一点 买齐所有东西 回去煮饭了 喂 买了一大袋东西 哇 现在准备回家 做这四度的菜式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刚才出去买菜之前 已经将一些茶花菇浸软了 先看看它 先看看茶花菇浸得如何 先看看 喂 OK 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打开之后 就会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茶花菇就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呢 有几种方法 刚才我用了一个极速的方法 浸软了它 而今次呢 我需要用它浸出来的茶花菇水 不过底部的那些 我们就不用了 刚才出去买菜 究竟我买了些什么呢 材料都有 所有材料都已经在我前面了 我今天总共会做四个菜式 首先我第一个 就是做南瓜香菇饭 刚才我买菜 最后一盒的白花椒都给我买了 今天我将会煮一个叫做 白花样花菇 而另外呢 就是煮我们最喜欢的 就是吃腹竹 我今次就做这个叫做 花菇烧腹竹 还有这个肉松花菇炒豆角 哇 送饭一流 好 Let's go 首先呢 就要先把腹竹先浸软了 咦 腹竹也挺漂亮的 那大概呢 就要一段段 这样就OK的了 屎太 屎女包那些 是非常喜欢吃腹竹的 所以今次呢 煮多一点 只需要加一点热水 那浸一会儿就可以用了 首先就是这个煮饭的时间 那今次呢 我会做一个叫做 南瓜香菇饭 南瓜呢 就这么大 其实呢 我只需要用一半呢 就已经足够了 将个浪呢 就刮出来先 南瓜花菇饭呢 最主要的两个材料 有这个南瓜 还有这个 茶花菇 好 将那些南瓜全部切了一粒粒 接着下一个步骤呢 就是切一些菇 那有些人呢 就不喜欢吃鸡的 那其实这些鸡呢 你可以剪走它 用来留回来煮汤 那但是呢 其实我发现了 都浸出来呢 是挺浓身的 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切丝 全部已经浸得软了 搞定 好了 接着下一个步骤 做些什么呢 下一个步骤呢 就用一只锅呢 先炒一炒它 加些油下去 花菇 香菇 冬菇类的话 姜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呢 就将些姜 放入一只锅里炒 刚才切了的菇 就放进去 这样就炒一炒它 现在呢 都闻到一些姜的香味 那姜呢 就配合这个茶花菇 其实是很好的味道来的 菇有些不好的味道呢 都会走了的 只需要炒一炒就行了 因为呢 一会我们都会下去 饭煮的 刚才我切得太多了 那些南瓜 这些南瓜呢 我可以留回呢 明天可能用来煮汤啦 煮饭呢 那大概你可以自己选择 煮凉麥米 那差不多了 那其实已经够了一家人吃了 那些米呢 怎样都要先洗一洗的 那些米洗完之后呢 那刚才呢 我们不是浸了一些冬菇的 有很多冬菇的水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次 用来煮饭的水来的了 那现在先倒下去 好 和平时煮饭的水位 一样的 其实是可以的了 去煮饭的水位 其实呢 就已经可以了 那这边呢 也都炒了一些菇 和南瓜 那其实呢 就可以将冬菇 和南瓜 連起刚才的姜 一起放在这个饭煮里面 最后最简单的一步呢 煮饭 就来到这个 白花羊花菇 那样 材料准备好了 那还呢 已经剪了一些丁 因为方便可以让些虾胶 下去的 那其实呢 虾胶呢 现成已经买回来 不过呢 我觉得不够的 一来就不够胶了 我觉得 而且呢 你自己可以再加重一点 所以呢 这次呢 我已经准备了另外一些虾 来的了 这些虾呢 就把它切粒 那一会儿呢 就会放在这些 白花胶 这些虾胶里面 那这次呢 我准备了这么多菇 那一会儿呢 就只需要让在它的表面上面 那就可以 丢进蒸炉里蒸的了 现成买回来的虾胶 那这次呢 买了很大盒 那其实呢 我觉得是用不完的 那如果你想再好吃一点 那一定是自己打的 就最好了 那这个动作呢 帮手去 去把虾胶的 那在外面买回来 那当然这个材料是会没有 你自己家用做得这么好 对不对 補救方法 那现在这里呢 我现在有几只虾胶 那我先拔到尾巴 拍一拍它 好了 那这里呢 就略略加多 加多几多 好了 那其实呢 就不需要太用的 你只需要 放在刚才那里 再拌均匀 黏度又高了 接着那个 口感又会好一点 接着里面的虾肉 的成分又会高了 那这个是最方便的方法 而你又可以吃到 这个质量 之外呢 又简单 加多一点白胡椒粉 会更加好吃的 准备了 少少的姜丝 那接着呢 你可以先切成粒粒 切成这个 姜粒 放一点在菇里面 都可以的 其实呢 你可以再塗一些粟粉 下去呢 就会黏得更加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呢 这个已经很足够了 那接着呢 就只需要 将一些调制好左的虾胶呢 让回到茶花菇的面上呢 那我可以入炉蒸了 放在面上呢 哇 其实都挺多的 咦 先放一块虾 如果你想有点味道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在虾胶那里 就加一点盐就可以了 但是一会儿呢 我将会有一个酱汁呢 会淋在面上的 这个白花样花菇 已经养好了 那现在准备呢 就放进这个蒸炉 到蒸大概 其实呢 15分钟呢 因为我这个呢 是蒸炉来的 没有火的那些那么厉害 那所以就蒸15分钟呢 刚刚呢 就做完这个白花样花菇啦 接着呢 现在看看煮饭 究竟搞成什么呢 哇 好香啊 喂 真是好香啊 刚才在外面已经闻到的 那大家在街上呢 都会见到 有花菇 香菇 冬菇之类的 那其实花菇呢 是通常是比较香一些的 刚才呢 那煲饭 蒸出来的味道呢 是很香很香的 那而花菇呢 无论在肉质的厚度方面 和它的香味方面呢 是会比普通的冬菇更加好味道 那而茶花菇呢 就是日常平时可以用的 价钱又非常之划的 那性格比非常之好用啦 那而在我手头上呢 而在这一包呢 茶花菇 和这一包有什么分别呢 那首先这一包呢 是大统华的第二代产品 而这个呢 是全新第三代的产品 那大家呢 去到大统华的话呢 那便认住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呢 是有特别之处的 大统华的茶花菇和白花菇呢 都是源自于这个浙江庆园的 无论它是茶花菇和白花菇呢 都是最佳的产地来的 而最新的包装呢 也都会见到 有一个叫做庆圆的标志 大统华的茶花菇和白花菇呢 香味非常之浓郁啦 口感非常之爽脆的 它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 是人类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之一来的 来到第三代呢 最主要的分别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包装方面 复合的材料呢 其实是一点都不环保的 那单一材料呢 才可以符合到 这个环保可以回收的材质来的 那过往呢 有很多塑胶瓶那些呢 其实是不能够回收的嘛 那结果就是什么呢 去了焚化炉啦 那其实是非常之不环保啦 所以呢 大统华今次呢 它就换成第三代产品呢 里面的产品的质素呢 是沿用过往一致这么优质的 而且它的包装呢 就是变成更加环保的材质 下次去到这个大统华的话呢 如果见到这个包装的话呢 大家不用怕 这个是全新的包装来的 来到第三个菜式呢 就是这个肉松茶花菇炒豆角粒 非常之简单而已 首先呢 就讲一下有什么材料呢 有这个豆角啦 有这个甘筍粒啦 有点点红葱头啦 有点点红葱头啦 这个菜脯呢 因为是辣的 所以我就放很少啦 而这个冬菇粒呢 一会会切粒粒的 还有呢 有新鲜买回来的猪肉粹啦 而我们喜欢呢 就是会加上九层盒的 那其实这个呢 你可以选择自己加或者不加 准备回来的材料先 那干葱头呢 你们自己选择啦 因为有些人喜欢吃 有些人就觉得是没什么需要的 那我自己就很喜欢吃干葱头的 那干葱头的味道没那么浓烈啦 我觉得是很配合的 你选择的能量 这些选择每一道都一样了 那只需要呢 把它切粒粒 而甘筍粒的那方面呢 其实就看你自己想多多了 而且都要切粒粒啦 而菜脯呢 我只买了一条条的菜脯回来 而九層塔方面你自己選擇你自己需不需要 但是我們就很喜歡吃九層塔的 只需要那些葉而已 那些框全部拔開它 好了 那就ready了 這次菜式都很簡單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非常配合 平時我們日常都會吃到的東西 其實是炒豬肉碎 有很多時候我們就會像泰式一樣放一點 不過這次不同 這次會用菇為主 現在放了豬肉下去 記得開大火 先炒到豬肉碎 就要很分明一粒粒 然後我們就把一些薑 剛才我已經切了的薑 就放進去 那就可以攪拌均勻了 這樣就可以攪拌到它的酥味 如果你喜歡的話 其實可以再加一些白胡椒粉 這個紅蔥頭先爆香了 但是現在可以後補下去 先爆一下紅蔥頭 紅蔥頭攪拌好之後 好 就放上剛才的豆角 甘筍粒 再放一些菇 茶花菇 茶花菇粒粒 再撥開的位置 倒一些小小菜脯 先爆一下 鑊帶有好處 我經常都是這樣做的 哈哈哈哈 把哪些東西要煮的 撥在一邊 就在那裡煮 爆一下的菜脯 會更加好吃的 這些菜脯很香 把所有東西 拌勻 現在是一點味都還沒下 其實隨時都可以下 在這裡可以加一些糖 這麼多呢 其實你可以加兩個茶匙的糖 其實是OK的 接著 生抽 大約一個湯匙 你要看看你的份量是多少 哇 其實已經很香 很香 那你看到這些顏色好像不夠 那你自己就可以 加一點老抽 也可以 這樣就要加一些顏色 給它了 搞定了 最後呢 其實就是這個 九層塔 關火就可以了 因為九層塔 不需要煮太久 否則香味就會沒有了 這個肉鬆花菇炒豆果粒 是不是很棒 大家看不看到這個多棒 喂 立刻嘗嘗一下 嗯 喂 很好吃 那個花菇真的很好吃 還有呢 其實我覺得 下一個九層塔 很好吃 糟糕這個可以送幾碗飯 大哥 下一個菜式之前 不如我們看看煮飯 搞得如何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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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一會兒再加一點醬油 你會說 嘩 真是不得了 很棒 接著呢 來到最後一個菜式 最後一個菜式 就是叫做花菇燒腐竹 你看到這堆腐竹那麼多 你就知道我們多喜歡吃 對不對 這裡你看多多 哈哈 但我們真的很喜歡吃 而另外就有大概 七至八隻的花菇 接著呢 就會有青椒 甘筍 還有我最喜愛的九層塔 正常來說的醬汁 就只是醬油 蠔油 那樣去做的 但是呢 我這次呢 我是想做一個 三杯雞的醬汁 而調醬汁方面 最主要三大法寶 一比一比一 那就可以了 生抽 兩個湯匙 麻油 麻油 其實麻油都是多的 尤其是腐竹那麼多 其實可以加多一點醬油 這個醬汁已經 吃得了 這個醬汁已經 滾了之後呢 就放些薑片下去 就爆一爆它 爆一爆香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放些冬菇下去 去炒一炒它 吸一下它的油也可以 那些薑的味道呢 很配合這個冬菇 另外呢 冬菇可以放在一邊呢 可以放些甘筍片下去 讓它在這裡爆 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先炒一炒甘筍片 甘筍片差不多可以 其實可以放些青椒也可以 好了 這個香菇燒腐竹 最重要當然是有腐竹 好 好 這個呢 就是剛才我混合的醬汁 有豉油 酒 還有麻油 這個是三杯雞的醬汁來的 炒一炒它 好香啊 其實這個醬汁是很香的 這個醬汁 不過這次太多料 太多料 不知道夠不夠味 可以吸收 應該就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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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齋菜來的 我覺得挺正的 想再重味一點點呢 很簡單 下蠔油 加一點點蠔油 加一點點蠔油 可以帶出味道 我覺得會更加好的 顏色水又漂亮了 這個齋菜很棒 這個 花菇燒腐竹 很棒 搞定了 好了 現在呢 已經熟了 所有東西已經熟了 最後就是 下這個九層塔 接著就關火了 好棒 好棒 這個搞定了 花菇燒腐竹 嘩 好棒 立刻拿筷子試一下 最喜歡的就是腐竹 加上這個青椒 好棒 好味 又是九層塔 那種香味 很喜歡的 這個又送三碗飯 糟糕 很肥的 好了 煮完所有菜式之後 大家有沒有發現 還漏了一點點東西 其實漏了一味的 開來見我 好了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 放進蒸爐裡蒸的 白花羊花菇 現在開來看看 這個白花羊花菇 這個白花羊花菇 就已經完成了 但是呢 你看不看都好像 少一點色水一樣 沒錯 是要淋上去的 現在立刻搞 這個 這個蜆汁油 少少的蠔油 老抽 加少少的生粉 就是加水了 大概三個湯匙 如果想呢 顏色水好一點的話 其實你可以加兩滴油 到時會更漂亮 這個蜆汁完成了 最後呢 一個步驟 就是把這些蜆汁 淋上去 這次會深色一點 下次再加老抽 就不要加那麼重手 好像我這樣 這個白花羊花菇 搞定了 喂 立刻想試一下 趁它們還沒下來 自己偷吃一塊小的 真的很好想猜味 還有一些蝦肉在上面 老實說 如果想再好吃一點的話 一定是自己 打蝦膠下去是最棒的 即現成那些 總是差一點點的 是不是 所以下次買蝦 自己拍 自己剪 包你一定更加棒 現在再跟大家 看看最後一件事 就是那鍋飯 那我現在拿出來看看 究竟是怎樣的呢 嘩 嘩 噔噔噔噔噔 嘩 好棒啊 真的 好吸引喔 好香的味道 我覺得 就不需要再加什麼醬油 那些東西 其實因為我們是用來 平時白飯 這次還要加這麼多的 南瓜 花菇 這鍋是非常棒的 今天跟大家 完成了四款不同的菜式 大家可以在家裡試一下 大家要記住 大桶馬的茶花菇 已經轉了新的包裝 這是第三度的包裝 如果大家下次下去 就記得認住這個包裝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個讚 記得留言 記得追蹤Facebook Instagram 如果還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有什麼新片 立刻通知你 好了 就這樣了 我們開飯了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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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